你在家里说话不是这么蛮悠悠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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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生特别喜欢见男生 那眼里 还有广告呢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可爱吗 这两个小宝宝 可爱 好了 我们见证水剧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哎呀 除了报纸就没别的了 停 来来 你们俩真行 你们俩 可能外人看他们单纯甚至有点傻傻的 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的日子能过得特别的洪荒 而且未来会特别的幸福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玉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这里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们两个都是离异的 各自都有一个儿子 他的儿子跟他 我的儿子跟前夫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问题呢 就是他要我接受他的儿子 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 这个我可以做到 但他却接纳不了我的儿子 还总跟我说 我那个儿子是前夫抚养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能接受他的孩子 他为什么接受不了我 偶尔去看我的儿子呢 很显然 您现在男朋友呢 在意两个问题 第一 他希望他的儿子 能够得到独一无二的重视 那第二呢 您的儿子在前夫那里抚养 那势必您去探望儿子的时候 就会见到前夫 我想应该是男朋友有些吃醋 或者在意吧 所以看看能不能跟前夫商量 探望儿子的这一天 把儿子接到您这里进行探望呢 其次我想让您帮我转达 给您的男朋友一句话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祝你们幸福 谢谢